接下來我們請爾灣慈濟人文學校的創校人 楊淑貞校長 為我們講一下在忌孔過程的儀式是什麼 大家好 我在2009年回臺灣去受訓 4月份的時候 教會推廣漢治鼓禮 他希望漢治鼓禮推展到全球 因為全世界只有臺灣實行漢治鼓禮 也就是這個原汁原味的我們忌孔大典 那在當時我們三天兩夜 所學到的東西是非常的廣大 但是我今天要簡單的來分析一下 因為每次記者都會問到 臺灣的漢治鼓禮跟我們南加州的漢治鼓禮 有什麼不同 那我今天先把整個移成 一共有33項在臺灣、臺北、臺南 海中等等都是用這種方法 那到了南加州 我們因為有些 與我們當地 本身不符合的地方 所以我們改成25項 那麼這個33項呢 我現在首先就開始解說 第一個是世殿典禮開始 古出言 第二個第三個古在言 第三個古三言 為什麼要有這些打鼓聲呢 就是要引起行禮者 非常前進的心情 來私募孔子 那古三年以後呢 一共打三次 到了這時候 表示非常非常的隆重 那麼有 我們這個典禮開始有 正宪禮、分宪禮跟中宪禮 一共三次 那這三次的意義都相同的 也就是我們第一個獻香 第二個獻花 第三個獻絕 那麼第五項就是 直視者各司及其事 這個時候 月身由直徽的人 直徽就是我們剛剛有結帳 那個結帳就是指徽的意思 他持著徽帳出來 那一身直結帳 直徽他在前導 那月身直結帳前導 那月身、一身、禮身 都按照劍骨的節奏 五步一頓 一步一步的走出來 接著是 就位官就位 就位官就位呢 我們這裡沒有 因為台北就位官站在那邊 由內政部長指示 第七個是裴濟官就位 第八個分縣官就位 第九個正縣官就位 正縣官由當地的首長擔任 分縣官由我們這裡委員來 所有的我們這裡委員來負責 那裴濟官就是我們 這個加州季孔大田裡面 所那個特殊的 也就是說社團的領導人物 那麼第十個起飛 開啟這個大門 在台北是零星門進來的 那那個進來的時候 一定是總統才能夠進門 所以我們不開那個大門 那在這裡 我們這裡是在兩側的地方 我們從那個洛橋的側門進來的 那第十一個是義毛血 在義毛血 義就是那個埋葬的意思 也就是太老所牛羊豬 他們這個血就埋在地上 埋在地下 讓他生生不息 萬物不息 永遠能夠回春 能夠回到最好的生態 第十二個是義毛血 在我們這裡不使用 在台北 在台灣還是使用的 第十二個是迎神 迎神就是把孔子的神位迎進來 第十四個 第十四個行三十公里 古時候是三桂九寇 但是三桂九寇 在我們現代 以行三十三十公里來代替 第十四個是禁壯 我們台北有 台灣有很多 那個多種的這種祭祀 但是這個祭祀在我們這裡 已經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夠用 其他簡單的壽陶來代替 那禁傳所擺設的 一共大概將近七到十樣 第十五個是上香 上香月皺靈合之曲 這個我們從行出現禮的時候就開始 所以我們這一項也檢閱掉 禁傳也檢閱掉 十六個是行出現禮 行出現禮的時候 月皺靈合之曲 我們一共有三個曲 一個是零合之曲 一個第二個安合之曲 第三個錦合之曲 那在我們南加州 全部用同樣一個 因為我們的六一五呢 其實是非常難教的 那如果學生們學到三樣的話 他們會真的是頭昏腦障 在台灣他們有特殊的學校 由專門的老師來指導 所以這一樣呢 在我們這裡比較特殊 十七 十七項是行出分線禮 那行出分線禮的時候 是分線官在引戰 由引戰來引導 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祭祀都有分線 都有那個引戰在兩邊 在那邊引導這一些 陣線官、分線官、培記官 培記官不上香 也不獻絕、也不獻花 只有陣線官跟分線官做這件事情 十八項是攻讀著文 十九項行三公禮 二十項行雅縣禮 出線禮、雅縣禮、再中線禮 雅縣禮還有行二十一項行雅分線禮 那麼這個一項一項都有一定的程式 第二十二項行中線禮 雅縣禮的時候月皺安和之曲 二十二項行中線禮的時候月皺錦和之曲 這些錦和之曲 安和之曲、凝和之曲 在皺的時候同時六一五就出現 六一五就開始跳舞 那這些六一五 我們這裡只能夠有六一五 因為八一五的話 一定是總統跟天子、國王在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行使 因為這個是孔子 因為他是素王 他在民間他享有最高的勝率 所以他才能夠享用天子的祭祀 但是天子在祭祀的時候 除非是天子在還有總統在 國王在 我們才能夠用八一五 台灣自從馬英九在去年的時候 他在孔廟上鄉 所以開啟了八一之五 以前都是用六一之五 那第二十三項 行中分線禮 二十四飲福授作 就是在那邊喝酒 還有授作就是把 剛剛禁傳的東西在那邊分享大家 那這個我們這裡也省略掉了 二十五是側傳 因為我們沒有禁傳 所以也沒有側傳 第二十六是宋神 宋神就剛剛迎孔子的神位進來 現在要把孔子的神位再送回去 那宋神呢 我們本來是把孔子的靈位 我們把它拿出來 但是後來我們研究的結果是 要用一個紅色的布箔把它包起來 這是孔子的神位 我們這裡有三個神位 都是我們自己親自做的 那第二十七是行三十四公里 第二十八是騰祝伯易寮 因為祝伯我們用完以後 祝導文等等 都要到寮所去焚燒掉 但是我們這裡因為不能焚燒 所以我們也沒有在這裡易寮 二十九是望寮 那個在焚燒這個主祭關以後 祂在那邊望寮 就望著祂在那邊焚燒 那我們這裡因為沒有這一些 不能在這邊燒 所以我們沒有望寮 第三十個是復衛 他們去望寮以後 正縣官要復衛 三十一是合飛 就是剛剛已經送回去了 現在要把門給關起來 三十二是策班 三十三是里程 所以一共台灣省所有的這個 漢字府裡一共有三十三個項目 那到了我們南加州呢 他測掉了八個項目 一共有二十五項 所以每一次前年記者一直在問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把它講解出來 如果要更詳細的話 這裡都有書 從台北帶回來的 至聖先師孔子四殿解說 所有的儀式 所有的解說都在裡面 如果你們要完整的這些字面的話 這邊都有 我們南加州省下來的 我再念一次 從頭到尾念一次 紀孔大禮開始 古出言 古在言 古三言 執事者各思其事 培擊官就位 分線官就位 正縣官 奉勢官就位 我們這裡有奉勢官 是因為我們這裡的孔孟學會的 孔信昭會長 就是孔子的後代 所以我們正縣官裡面 加上了一個奉勢官 所以兩個一起做正縣官 第九個起飛 第十個迎神 接下去 行三十公里 行初縣禮 行初分縣禮 攻讀著文 行三十公里 行雅縣禮 行雅分縣禮 行中縣禮 行中分縣禮 行三十公里 宋神復位 和飛撤班旅程 一共二十五項 所以我在這裡 把兩邊做一個分析 這個是原汁原味的 漢智無禮 謝謝大家 謝謝楊淑貞校長 這麼精闢的解說 接下來我們請 韓華聯誼會 劉鎮華會長 同時也是分縣官 為我們講一下 祭典中 樂器 跟契民的解說 大家好 我是那個 韓華聯誼會會長 劉鎮華 我們韓華聯誼會 成立三十年多來 一致就是贊助這個 極孔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是 大部分都是二部花橋 就是在韓國就是花橋 我們在韓國的時候 每年 教師節都有祭祀 孔子 雖然我們覺得這個 文化的串承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來我介紹一下 極孔大典 極孔大典是專門祭祀 是孔子的大型廟堂約舞活動 一層定計約舞或大層約舞 是既約各舞裡 為議題的綜合性藝術 要以形式 極孔約期包括 柱、五、七、色、波復、照顧、去、即、辯重的 一時開始後 又樂聖必須演奏各種 雅約 欲、六、肝、鄧、魯、府 月、三、三、正、坐、即、呼坐、潘的 比起相符 順來我們因為 自己的問題 我們就準備了差不多六種 我們以後希望每一屆會增加更多 謝謝大家 謝謝劉會長 韓華聯誼會多半就是 是在韓國的這個同校 是吧 劉會長 對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在韓國 這個季孔也是一個很大的活動 是是 那接下來我們請這個 中文學校聯合會 戴齊浪會長同時也是分縣官 來講一下紀典中這個服飾的解說 是的 我想我們剛剛那個 曹校長跟那個楊校長 他們到台灣去取經 找到的是台灣最正統的 在台灣這個傳奇 傳承以前的 一些 作為這個 祭孔的一些 傳承最久的一個 義武的團隊 也就是我們華人世界中 現存傳承最久的 就是 台北孔廟 他們是由大龍國小的學生來擔任 他們是從1931年就開始了 然後有經過好幾代的一個傳承 目前是第六代 一身的造型 那他們的最主要 我很簡單的講 他們最主要 現在是 著這個明朝的明治黃色的一身虎 那戴黑色的造金帽 然後持三肌圍 然後就是 我們可以看這邊就是 黃色的 很標準的 然後 頭上戴黑色的造金帽 這是一個 在台灣的一個 六億五 是穿 這個 一身穿這件衣服的服裝造型 簡單就要到此 謝謝各位 謝謝單位長